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我是芒又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的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抗争者是否学了香港 几样东西都有,第一,就是岛路,岛路是19年镇 风风火火当然有 还有和理飞,占领机场 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就是一帮撑巴人士 很多就是封倒在伊利洛州,加州,纽约州 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主要公路 亦都是暂停了 前往美国一些 最繁忙的机场 另外一个劲 金门大桥他也上去了 是啊 厉害 金门大桥他也倒了 倒路 传媒报道这件事都有放金门大桥 他们示威的场面 当然 机场他们也是有些冲了进去 我想起了这个和理飞事件 搞和理飞的那个人是什么? 南文豪还没出来是吗? 是啊,还没出来 但是店铺已经收拾了 不是 你有什么 黄友很支持你 或者怎么样 但是 如果你说 真的这么支持你,你又怎么会收拾呢? 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既然你们说黄店这么珍惜 为什么不在英国回来 几个月回来一次光顶一下他 他应该不会收拾吧 我认识吧 还有人说 是啊 过签的 那个 沉旭辉潜了 他先看出来 原来 最厉害的在哪里呢? 当然是金门大桥 原来 组织者之一 就叫做 佛克兰 也表示 原来 他们在芝加哥的抗争者 又是这样 手链 人链 促成了人链 手 是挽住手 封锁了通往 是 奥克尔国际机场的109号周制公路 他们这次的示威就是一个叫做 全球为解放巴勒斯坦而进行经济封锁 抗争者也表示他们选择 奥克尔机场的部分原因是他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 当然有些人也进入了机场 另外这位阿哥也说 我们几十人被捕 芝加哥警方也说他们是严重阻碍交通的 亦是多人被拘留 但是就没有详细的数据 在加州当然这个更厉害 在加州的抗争者把自己锁在桶上 这就像环保亦有 也封锁了奥克兰I-880 北行车道 而另外一群人就是 要用最大程度上阻碍你清理延长的时间 阻碍得越久越好 就越多报导 另外当然他们也是另外一群人 举着Banner这群抗争者 就是扰乱了南行车道的交通 金门大桥就很厉害了 立刻说是倒露 你这张团不是金门大桥 对对对 那些抗争者 真是全部落了车 戴了黑口罩 亦都是 抗争者 亦都是阻碍了双向的交通 他们 亦都举着Banner上面写着 为加沙阻止全世界 在荷勒江州由金市 抗争者就是封锁了5号周制公路 导致主要的 高速公路 交通 阻断了整个小时 与此同时 东岸 当然是很厉害的东岸 原来 东岸的抗争者 在布鲁克林 或者是北伦 广东话叫做 北伦的抗争者 原来他们 也是倒露 在布鲁克林大桥 上 在上面 通往曼哈顿的 交通全部堵塞了 大家知道 自从10月7号以来 已经33700 巴勒斯坦人来世 反战的事件 每天都会在 芝加哥 反战的示威 几乎每天都在芝加哥那里出来 我们这里就每个星期 布里斯坦每个星期 很多人 有些是开篷车 有些是 有天窗车 揮舞着巴勒斯坦的旗 当然 他们也表示 之后会用其他方式 继续倒露 包括 阻塞机场 好像19年 其实汽车的出行 当然由于这些抗争者 搞到今天 大家都动不了 一些陷入瘫痪的 车 当然有些人 跟香港一样 当时有些人 自己 下巴士去 行去机场 差不多到机场那些 拖着行李沿着高速公路 走到最后一段前往机场 来自芝加哥的有位 哥 他打算去法罗里达州 他接受访问时 很多不变 但是从海外发生的 咦 他是撑巴 但是你看巴勒斯坦那么多人走了 这个小小小不变 何足挂刺呢 你看到 看来 社会对这些不变 跟环保极端有不同 好像对他们宽容一点 没错 那些真的 可以说是神真鬼厌 搞得太过分 云保极端有 但是撑巴这个 他们就相对来说 是比较宽容得多 在西雅图 华盛顿 州的交通部 亦都被写了 这些抗争活动 是关闭了通向西雅图 塔科马国际机场的主要个人道 原来大家亦都在高速公路上 上面举着笔纳揮捕着巴勒斯坦的国旗 高速公路就在三个小时 才驱散到抗争者 而根据加州公路巡逻队 就说 大概是几十名抗争者 在金门大桥被捕 当然了 中午过后 交通才恢复 这个机构亦都被警方在高速公路上的 两个地点进行搜捕 其中一个地点 大抓捕 大概300名的抗争者 拒绝驱逐令 Be Water 好像香港 好像香港那样 到处走 俄勒江州 波特兰 以南 177公里的 俄勒江州 游金 游金市 也举行 大型的 努力活动 有52名抗争者 因为 是扰乱社会秩序 被捕 6架车 亦都被拖离 纽约 拘捕的人更加多 当然了 最搞笑的是 最初得白的人 结果他一拘捕 更加多人走上街头 这么说 为什么 西媒很少说 我看 El Jazeera 是不是又是崩口人 崩口湾 你看到 好像 我们之前说过 很多学者也说 西方的媒体 今次跟他们 卖那套意识形态 那套所谓道德高地 一样 因为说得非常轻 对于 在巴勒斯坦 细者的报道 就说得很轻 讲以色列的时候 就说得很重 为什么 因为 被人觉得 原来 以前是BLM 黑人的命 也是命 原来 不是应该 巴人的命 也是命 西方 正常来说就是 你问一下 以色列有没有当过是 是的 当然 另外 在圣安东尼奥 举着巴勒斯坦国旗的抗争者 亦都是 堵塞了 亚来罗能源公司两者 导致这个城市 严重堵塞 很多人都是 带着阿拉法特的 那个头巾 就是那个格子头巾 这个亦都是 之前就说 有些地方 就不让他们 揮舞巴勒斯坦国旗 结果就拿个西瓜出来 西瓜也不允许吗 如果西瓜也不允许 那你们何来 你们所说的 自由 是吧 当然我相信 最后来 会不会很快 完这场战争 应该是有时间 有时间 但是 可能就慢慢 催缓 因为现在 以色列他说过 对拉法 要来一瓦禁 都没 都没 因为他对抗伊朗 也是那句 究竟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力量 可以开了四条战线呢 因为这个 台湾地区的陆媒 民进党人 说不怕的 他帮我们也可以 台海南海 还有尾巴 还有就是 连 俄乌 四条战线都开了 他都觉得 是可以的 但是 美国做出来反应 看来就不像他们那样 他都有安抚中国 而且原来刚刚 美国也都叫 中国帮手 劝一下这个伊朗 最搞笑呢 你那边就拿着制裁大鹏 你这样不行 制裁你 那边就要别人帮 这个老讽 当然叫老讽 那是冯德罗恩 可能他这样觉得 是不是 刚才说到倒塞机场 你不得不想 这个 记得当时 和李飞 和李飞什么时候 和李飞就是 19年香港 当然 7月26号 香港 就是所谓反送中运动的一部分 反送中引号 包括航空业界 他们集会 还有 就是 伊丽莎白医院集会 和中大静座集会 我过几天就会见到我中大 做医生的亲戚 其实我真的想问一下他答案 是不是被抓过来澳洲 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他每个月都 他两个月回香港 两个月回香港 如果有 犯罪前科的话 应该做不到你讲的 但是他之前 家里有挂光时期 我不知道 现在 因为我可能 下个月就见一见他 因为很久没有见过 大家都要亲戚上头 可能在江时三见你 不是吧 想不想和他拍张照 我害怕 这好笑 原来这个航空业界 就说这次 和李飞集会 是在航空业界 人士 和 抗争者 在香港国际机场 举行的集会 当然 他亦都是 机场的路 好像这个 堵塞了 你记住 当时 那些巴士人 不让他走 那就是为了抗议 亦都希望撤回 这个逃犯 条例 修定案 后来 就撤回了 亦都是 当时 记得元朗 那件事 元朗 很多人被人逮捕 他们都是 被人逮捕 亦都令到有位叫什么什么华的人 帮他们伸冤 变冤磅伯伯 帮他们 是吧 他好像真的冤枉 什么什么华 那位 战术背心 扔椅子 结果 后来 他怕被人告 就 缩沙了 缩沙 自发庭 知道吗 有些法治意识 他们 航空业界 19年7月20日 973名航空业从业者 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警方在 这个元朗 熟视无睹 说他们 但之后 真的逮捕了很多人 依求政府 回应五大诉求 并且质疑警方 是不是还有能力 和操守 保障香港的航空安全 当时 你们也使得 香港航空安全很大 你记得 郭泰 有人 是放了什么 什么氧气瓶 那些东西 杂物 是的 其实这些东西 最搞笑的是 光明正大 但你弄成全身黑衣 黑口罩 是不是 当然 之后有一件事 我们就相当心疼 是什么呢 就是有位老人家 被他们捉住了 记得了 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件 就是 赴国号 被人动手 是的 没错 这个自由时报 最差的是什么 就说 有新影片说那位老人家动手 是没有的 没有 从来都没有 他说动手 原来是什么呢 就是私标语 但是你真的拔着别人 不让别人走 你对一个老人家 是不是应该呢 你是踩住了他的行李箱 不让他走 要求他道歉 一个正常社会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是吗 一个正常人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所以 那些示威者 他也挺惨的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欺负 一个老人家 挺惨的 当时还搞笑 就是说他是邱成童 当然不是 有很多 当时有很多假消息 有很多假新闻 是的 自由时报 有没有道歉 好像没有 怎么会 和理非1.0 就是19年7月26号 另外 和理非2.0 就是19年9月1号 其实当时 又被称为 他们很喜欢叫 压力测试 机场交通压力测试日 当然这个也是反送中运动一部分 反送中引号 在北大鱼山东涌 欣澳 大鸣顶 就是这个青鱼干线 收费广场 以及赤立国机场 进行一系列的示威 当然由TG Group 发布私令 示威者就未有 理会 禁制令 就在机场 就快叫和理塞集会 因为他们堵塞了路 不让人走 因为这个影响 香港快线暂停服务 随后东涌 线也全面停洗 出入机场主要干渡 被示威者堵塞 来往的这些人士 就令到交通贪污 和美国一样一个轮回 当然客机和机组人员 也都必须徒步进入机场 刚才我说的这个场景 当时由于公共交通全面是关闭 大批示威者 就如注 在北大鱼山 好像是走了很久 记得走 有些人走到20多公里 说很累 就是走了20公里 才回到市区 接人 接人 整千市民开私家车由市区 就叫二载 当然 以前旧台 好像也有 最搞笑的 你知道这些说什么 又学英国人 就知道了 叫做港版 邓扣克大撤退 邓扣克 已经是吹得很大 撤退 你就是撤退 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夏博斯 当时夏博斯没上台 喂 邓扣克 别人真是打一场仗 不不不他们都说什么 理大围城 中大保卫战 是吗 说得很大的 全部 全部说得很大的 香港保卫战 不是港大保卫战 香港 说得 没错 那些示威者走了几个小时 才到达 都是他们自己搞到自己 因为 因为你知道 他们自己搞到 没有交通工具走不通 因为始终都是隔舍的 因为是机场 亦都令到 我只没有交通之后隔舍 意在 但意在 他都要是 不是 意在他的路都走不了 所以要走得很远才有人意在到他们 这个就是和理非2.0 还有和理非3.0 和理非3.0 就是 19年9月7号 当然 又是T主发动的 就是和理非3.0 香港警方就宣布 机场快线在9月7号 早上 9点 停洗 在九龙 和清衣站 到了下午 港铁 亦都宣布 港铁 亦都宣布暂停 暂时关闭 太子站 太子站 很危险 什么人 你想想 还有 还有一些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否真是道士 说看到很多 受害的人在那里 很多手组在那里 有看到他们的灵体 然后他们全部出不了声 特丹笑 现在你不是照样答 对了 照样答 有没有什么 城市传闻出来 有没有 迷霸 对了 并且深夜关闭 大步驱站 和暂停大围站 火炭站 来回列车 香港机管局 亦都向示威者表示 不要阻礙 每日数以十万计的人使用机场 这些乘客无辜 事实是无辜的 警方当日行动当中 当时就冤枉他们 记得好像有人说他们是开磅磅 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的 握不到的 如果有开磅磅这么严重的事 当时热狗也有做过 说有人开磅磅 当时有很多人造谣 很多人造谣 有新屋领 很多的 很多人都已经 去了英国 可能已经忘记了这群抗争者 只是挂挂着吃这个鸡宝 哎哟得淡笑 说回这帮亲巴勒斯坦的团队 一些抗争者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虚张 幸好看来 他们就没什么动手 相宣和平 跟香港不同 香港就动手了 刚才说的机场老人家就很惨了 其实怎样来说 一个文明社会 就不应该向老人家动手 这个就是 你们说的 信民主的人很文明 后来 现在你们在外国 移民主的人 都是自己骗自己人 有多文明 其实一被意识形态 蒙蔽了双眼 就很危险 当然 我真的会会一下 我亲戚 我也想做 如果会了他之后 看看他有没有后悔 因为他 现在两三个回香港 好像两个回香港 因为他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我觉得他抛弃了父母 因为他父母 他 回香港还抛弃父母? 他回香港 因为他在香港做医生 不怕说 也不怕 他母亲患癌 所以他两个月回去一次 是的 是的 而且最好事是什么呢 他两个人都觉得 非荣臭大 他现在生了第二个人 以前说不生 现在就说生 结果想着把小孩拿回去 给非荣臭 抽不掉 要开工 你的生活方式 在香港 你想在澳洲 或者英国 继续用回生活方式 也有很多钱 你也会说 你也自己抽吧 我这么久 我只认识一个人 是说过 他是帮人做主家工 就是帮Pelma做的 这个也曾经被称为 澳洲特朗普 他真的很有钱 也跟 中国的中信集团打压官司 他输了 输了 其实他就是做扩商 他就真的有家庭容忍 而且家庭容忍患患癌的时候 他也是照出粮给他 而且他退休时 就请他还入世界 很多人不喜欢他 但是这件事 他就没有做得不好 我只听过他 当然我只认识这个人 因为他真的跟他做主家工 其他我一个人都不懂 真心说 因为我们这里太贵了 他一天都是 你说很贵 六百多元一天 如果你出去打工 整份量都给了照顾费用 那我不如自己照顾 可能也不行 因为他聘用六百多元一天 他聘用六百多元一天 他聘用六百多元一天 你打工的钱都高不过 叫人去照顾 那我怎样请到人去做 而且他做三天 因为他后来有癌症 就叫他 你不用做那么多了 但也挺好 梁照出给他 梁照出给他 因为他的弟弟都是他臭大的 所以 对他有点感情 我只听过这个 其他没听过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